释迦摩尼弗给我们做了一个例子 他距离我们太远了 时间太远了 地点也太远了 我们很陌生 但是惠能大使很近 惠能大使中国人 唐朝时候人 而且身在广东 在香港讲的话 人的印象更深刻 他的老家历史的未远 他给我们做了个方向 你想想看 他那一年只24岁 很年轻 没有读过书不认识词 是个砍柴为业的 僑夫 僑夫这个行业 现在没有了 抗战时候有 抗战时候我们住在城里 城里还没有电灯 大的城市才有电灯 一般小城市没有电灯 要电油灯 没有自来水 要烧灶 没有瓦斯 没有电 所以 有这种行业 乡下人 每天上山看柴 跳到城里来卖 叫僑夫 慧能大师从事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是苦力了 很辛苦啊 没读过书啊 父亲早过世了 一个老母亲 这是小子 靠自己的劳力 赚一点钱 回家去养母亲 他是这么一个人 遇到的缘分好啊 卖柴的时候 遇到一个佛教徒 在房间里面读经 读出声音 他经过 那听了觉得很有味道 就站在窗口听 一直听到 他把筋念完了 他进去敲门 你念的是什么 这个人就很奇怪 就问他 我念的金刚钦 他说你听得懂吗 他就把他听的意思 讲着听 这个人感到很惊讶 非常佩服 这人了不起 不认识资 他能听得懂金的意思 所以非常康慨 当时拿出十两银子 十两银子 他一年也赚不到我 十两银子 拿叫他回家 做文案家费 供养他母亲 还找了几个人 照顾他妈妈 一到皇位 到无族到场去 清净无族 他说你是一块好材料 虽然不认识资 就不幸恨高 他就认识了 那他就认识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